大家好 有看我上一條影片的朋友 都見到我走到一半 黃山處處都是景 看一下你怎麼拍 我今集就帶大家看一下 黃山由這一段 繼續去到江湖頂最高的那段 直到下山 請跟我來 走黃山處處都是好多美的景 走泰山很辛苦 黃山這一段路除了上山之外 吃力點 其他段很好走 一路走很欣賞風景很舒服 這棵型客蟲 有專人打理的 好厲害的 哇 這裏 萬象深淵 很少要不然 住黃山 沿途有很多故事性的石頭 還有幾百年的蟲樹 它在找在岩石上面 有非常之強的生命力 這棵叫做鋼上開花 打馬雀就必贏了 這個猴子觀海 真是妖言之長鏡 現在有些毛拍出來 拍拖的就來這裡拜一下波樹 包你搞定 你說這個像不像五指山 加油 山上有些物資還需要用人工擔上去 明頂了 踩700米才走到山上 好 有什麼創意 就要去抓了 一個創意 到處幾個鋼上去 剛明頂了 這個是剛明頂的標誌 大部分旅客呢 上到來剛明頂的時候 都已經是午餐的時間 他們都在這裡休息,吃午餐 那裡有個小賣部,也有個酒樓 我也是買點東西吃 在那裡停留一會休息一下 一個小時,繼續下山 現在中午的時間,往山的景色真的很美 山很有層次感,有一些文化在這裡 真的很美 這個位置就是最好拍日出的地方 又可以見到雲海 休息了一個小時之後 吃完點東西,就開始走去另一個景點 這段路就好遠一點,只是下山 應該問題不大 上山那裡就比較辛苦 好,看到一條索道 應該不用走 好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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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是不是 我已經滯後了最後 我想在他們的團裡,我是最後那個 終於呢 走到這裡了 可以坐 好遠一點 好遠一點 今天的黃山行坐回索道 下山,由這個單下站就下山 哇,這個車好像巴士那麼大 哇,還有多少人啊 上來之後呢 擋著 거지 往邊上上 大高 我這樣就走 去呀 去呀,那你就打去 來就拋 Chat 啊,啊,啊 啊,啊 那山有個、快ення 啊,啊,啊 好棒 到了下面的車站之後 落山落人山之後 安排有旅遊巴 再送我們回酒店 今天的行程就完結了 正常運力只能送600人 希望這條片大家都喜歡 你們來黃山的時候 也可以參考一下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